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橘子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非常好吃的小零食 鸡蛋小饼干 这是需要的所有材料 首先我们把蛋黄和蛋清进行分离 蛋清盖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 半小时后碗中加入几滴白醋 我们来打发蛋白 放两次把糖倒入碗中进行打发 直到蛋白成干性发泡 提起打蛋器有不弯曲的小尖尖 把蛋黄和5克的白糖充分搅拌均匀 倒入打发后的蛋白中 利用打蛋器把二者充分打发搅拌均匀 低筋粉分三次筛入盘中 每筛入一次我们将其搅拌均匀后 再细续下一次 搅拌的时候尽量用翻拌的手法 避免打发好的鸡蛋霜消泡 把面糊倒入扁花袋中 挤好的面糊放入145度预热好的烤箱 烤35分钟 35分钟取出发凉后 小饼干就非常的脆了 浓浓的鸡蛋味吃起来特别的香 原来你改动 烤4个颗老太一 lion 烤4个颗老太一 烤4个颗老太一 烤7个颗老太一